国立玉礼高级中学112级毕业典礼 在6月的第一天盛大执行 而现场贵宾云集 有毕业生的亲友以及各级学校机关民意代表等 共同来为毕业生送上祝福分享喜悦 国立玉礼高中112级毕业典礼 在6月1号这一天举行现场贵宾云集 有毕业生亲友以及各级学校机关民意代表等等 共同来为毕业生送上祝福以及分享喜悦 校长表示今年13位参与繁星征选的考生 这一次全部上榜 展现社区高中的升学优势 录取国立大学总共有7位的毕业生 成绩亮眼 繁星百分百的录取率更是创近年升学佳级 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不独一的事情 我们要越拓越有跌倒地站爬起来 才能够面对人生未来的总统的一个挑战 最后校长还要鼓励大家储备自己的能量把自己准备好 因为机会是留意准备好的一个人 大家要教育 校长会长表示 希望毕业生能够谨记四维八德 保持好修养 其他多位代表致辞的时候 分别勉励毕业生 祝福毕业生蓬城万里 记者高雄双玉璃镇采访报道